凤凰 凤凰 葛冰 就等着你找上门来 今日你逃不了了 臭丫头 快把海洋箭矢交出来 别做梦了 都是因为你们 我现在才变成这个样子 小子 我今天不会让你轻易死掉 我要慢慢折磨你 看你一点点痛苦而死 给我上 点手 操纳 操纳 你就 操纳 起碰 起砍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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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受死吧 走 快点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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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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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是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这小凡子吸收天地之气 哥 别够着 有升级 雷尔终于爆发动气了 什么 竟然直接跳过了普通骑士的天地人三个阶段 现在他拥有了星辰旗流星骑士的能力 我已经是磨人了 为什么还打不过你 正因为你是磨人 抓住这个蛤兵 把他带回去 青兄 静静 我们走 走 哥 青师 你跟纵灵叔照顾好佟三叔 还有余姑娘 我去把蛤兵交给龙山楼 哥 要是有娘的消息 就马上回来 我要跟你一起去救娘 等我 小心啊 哥 你把蛤兵送到龙山楼了吗 那娘在哪儿 他们说了吗 楼主她 如果告诉他们娘关在何处 他们一定会一同前去 莫阳趁武功高强 我不能让他们一起冒险 还是我自己去就好 哥 你快说呀 他没告诉娘的位置 为什么 不是以前抓到河兵了吗 是不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娘在哪儿 楚儿 芳儿 我找他们去 童叔 你听月儿说我的 雪月 你说 要是他们仗势欺人 我也没那么好说话 葛兵现在虽然抓到了 但还没弄清楚魔族的计划 等查明真相 我想 他会告诉我娘的位置 上次达到黑铁令 还让你抓葛兵 现在葛兵抓到了 怎么又 葛兵叔 龙山楼的那些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给他们点时间吗 哥 到时候我要跟你一起去 杀了莫阳臣 给爹报仇 我也去 老领主和夫人对我有大恩 他们的仇 就是我童三的仇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幸好没把雷朝鸭说出来 卿事 童三叔 宗叔 对不起了 走大路太远了 不如抄冷穷山这条劲道穿过去 不过听说这山盗贼盘踞 经常劫商客 但我看起来也不像有才可欠的样子 应该没有问题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也不像有才可欠的 我看起来也不像有才可欠的 我看起来也不像是 是 谢总理说 我给余姑娘也服了一剂 她醒了 消失如何 她服了草药以后 应该再逐步恢复功力 不过现在的情况是 一会儿昏睡一会儿苏醒 好在生命没有危险 那就好 还麻烦您多照顾她 嗯 你还有事 没事啊 是不是 我不太懂照顾女孩吧 你呀 以前照顾十二的时候 又是喂饭又是错被 很细心啊 那是因为十二是我弟吗 也是 余姑娘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 早点休息 好的 我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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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吧